白色進口轎車下扎道時 跟一台機車擦撞 第一時間駕駛下車關心女騎士 這時他身旁的轎車竟突然開走 過沒多久駕駛也趁亂默默離開 这个开车的男生就这样子走开了 不知道去哪里 二十分钟后一名男子回到现场 向警方自称车是他开的 但远景发觉男子神情紧张 予无伦次 钓鱼监视器一看才发现 两次下车的人根本不同 来来来来来来 好 0.42 原来开车的是21岁王姓男子 他自知酒驾惠病康 找来20岁的张姓朋友顶替 起初他下车时 穿的是白色上衣浅色裤子 但二十分钟后 从驾驶坐下来的 变白色上衣黑色裤子 两人虽然交换上衣 但手臂上却多了刺青 裤子颜色也不同 让警方发现有貓腻 两人虽事先交换上衣穿着 却因身上刺青及长裤颜色 不同而露线 被害人也因一时过度紧张 浑然不知造势者有遭冒名顶替情形 年纪情情 开名车酒驾撞到人 自以为的小聪明 逃不过警方拔眼 开车的王姓男子 被依公共危险罪 造势逃逸送办 而傻傻帮忙顶替的朋友 也吃上伪造文书 藏匿人犯 不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